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6年 众格斗家的决胜战之后 高尼兹突然间出现的破坏 引起了很大的回应 市民们争相希望了解 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主办机构则是忙于向那次特别事件做出解释 说是有恐怖分子所引起的事端 以及其处理善后的问题 但是想不到 KOF96大会的成功 不单引起了格斗潮流 更引起了数间巨大企业的兴趣 并且以赞助者的名义 希望举办 KOF97大会 而且更加渴望 KOF97之声就这么日益地壮大了起来 在一片群情汹涌之下 KOF97正式落实举行了 大会决定举办之后 世界各地的格斗家们都会纷纷云起 而在大赛前 出现了与京有素氏姻缘的女友阿雪 并且也教会了十分仰慕她的诗吹真舞 草制留古武术 八神鞍 利安娜 他们体内的邪恶力量 一是随时爆发了 此时 引人瞩目的齐家舍 夏尔米 赫里斯也纷纷登场 这三个人的真正身份 竟然是大蛇的四天王之三 主角队 草制惊 二阶唐红丸 大门五郎 好不容易将之击败了 但是 紧接着而来的巨大突变 是大蛇接着被打败的三个人 转化为实体 以克里斯的身体 构成了大蛇的肉身 传说之中最强 最惊人的暗黑力量主人 大蛇终于出现了 而结果 大蛇败于三神器 精 八神 以及神月的手上 八神被神月救回 而精却被NESTS组织给盛勤了回去 成为了复制人的元素了 天国神族是KOF游戏当中的一个种族的名称 其代表人物是大蛇 大蛇在游戏当中的定位是地球的绝对意志 说白了 就是地球万物的集合体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蛇一族要清洗世界的原因了 因为没有实体 依靠的是地球当中的触媒体进行转生的 公元197年 这个集合体由于某种不知名的原因 要将大地归于武 结果被日本三神器的持有者 草制把持有 八指家族给封印了 遗留下了大蛇一族八结集继续地进行活动 后来呢 巴结吉也被封印了 1800年后 公元1997年 巴结吉解封印 大蛇就借助新的触媒体 大蛇一族巴结吉四天王当中的 控制之火克里斯完成了转身 妄图再次清洗世界 结果呢 再次被三神器家族的后裔 巴神安 草至京 神月千赫给封印了 进入到了沉睡当中 在此一战之中 巴神身受重伤 之后都一直未能恢复到巅峰的实力 草至京 此战之后被强行捉走 进行了克隆人的实验 从此是人间蒸发掉 大蛇一族巴结吉 被大蛇统治的大蛇一族的八个最强的成员 每个人控制了一种自然的属性 这其中最强的四个人又被称之为四天王 根据SNK官方设定 圣余的四节吉是 山骑龙二属性死亡 脉拙属性速度 维斯属性力量 圣余未知 三神器指的是封印大蛇的三种圣器 草至之剑 八尺穷勾玉 和八尺之静 这三种圣器被各自的家族收藏着 其在游戏当中的代表者呢 就是草至京 八神安 神月千赫 一旦大蛇一族解封的话 就可以用它们进行封印了 方民的双眼 开始渐渐的适应了眼前的黑暗 它畜生的地方 依然同上一次是一样的 是位于一栋高楼顶部的旋转餐厅 周围呢 是熙熙攘攘的旧餐者 以及彬彬有礼的侍者 欢声笑语啊 不觉于耳 周围的气氛 是相当的优雅而热烈 而在面前光亮的不锈钢餐盘上 其表面渐渐地浮现出了 用水所写成的字迹 场景 1997年日本广岛 难度极高S级 通绝削弱度10% 个人属性无强化 本场景为杀戮场景 杀死来自梦魇空间当中的人物 将会随机获取奖励 并且你自己的杀戮值将增加 编号13776号 与编号8587乃是通过了抽奖所返回 没有主线任务要求 违规的时候 不统计积分 无奖励 时间 KOF97格斗大会结束后一个月 激情人物大门五郎在编号8587的经历当中已经死亡 本世界之内将不再出现 方林默默地读取着这个信息 但是刚刚读完 左方的落地长窗就猛人间炸裂了开来 破成了满天碎裂的晶莹破片 进风急吹而来之后 将窗帘疯狂地撕扯着 整个房间的东西发狂似的摇摆着 而不少男女尖叫着滚倒在地 而一个男人重心不稳 大声惨叫着不断地倒退 脚下一滑 就从窗口摔了出去 不对 方林就在亮相当中感受到了 源自于庞大建筑物本身那衰弱的颤抖 是地震 他一把拉住了旁边的门框 等待着那个令人心悸的震动 所平息的时刻 他立即全速飞冲了出去 但是 摇晃再次袭来 黑暗也立即以一种全胜的降临者姿态 一下子充施了整个世界 而随之而来的呢 则是哭叫 以及 晃动 那种清晰的 摇曳人心的 来自于大地深处的抽搐 几声众物 坠地的沉闷响声 都从 黑暗当中 响了起来 再然后呢 就是 死记 坟墓一般的死记 一点火光 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手上亮了起来 也照亮了周围众人的诸多表情 惊慌 错愕 以及恐惧 木人家 一位小姐似乎明白了什么死的 尖叫着 向着出口跑了过去 而顿时 华丽的大堂里一片的混乱 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入进那个黑洞洞的紧急出口 摇曳而昏暗的火光 更加就衬托得这里啊 是一片狼藉 墙壁上的事物再次地晃动了起来 大地又开始了它的抖动 墙壁上的灰粉速速而落 而方琳呢 扶在了地上 耳朵里听着那些刚刚离去人的惨叫之声 它敏捷地翻了一下身 避过了顶上内战 身距欧洲风味的庞大吊灯的袭击 鼻子里啊 突然间闻到了一股焦味 它的眼神顿时一紧 是火 只见厨房当中传出来的火苗 已经舔着墙壁上挂毯垂下来的长长流苏 并且迅速地向上窜动着 而方琳呢 已经瞬间推算出了 只需要三分二十一秒 火焰和燃烧出来的有毒浓烟 就会完全地蔓延开来 方琳略以迟疑 马上拿起了一根餐巾 在上面浸透了红酒 掩住口皮之后 扑扶着向外爬去 与此同时 一连串嗆壳声 就在他的身后响了起来 紧急通道的门 在一张一合的扇动着 就仿佛是一张嘲笑的大嘴 而本应该是楼梯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一个深黑色的洞穴 大地再次抖动了身躯 而一个高脚的严雅鸡尾酒杯呢 迅速地从方琳的脸前划过 没入到前方 那个似是无尽的黑洞 一般的深洞里 好久了 这才传来了一声 几不可闻的响声 方琳 微微地皱着眉 他弓着腰站了起来 在晃动当中 维持着自身的平衡 而身后火焰蔓延的速度 那是相当的惊人 那种炙热的感觉 在他的皮肤上清晰地传了过来 方琳 在转头之下 看见了旁边电梯上的红灯 还在应急电源的作用下 不住地闪烁 他仔细地想了想 拔出了特维斯的配枪 直接启动了连发模式 扣下了扳机 淡蓝色的火舌 从银色的枪口当中喷吐而出 电梯的开关锁瞬间 就被打成了马蜂窝一样 而两扇明亮的不锈钢门 也是徐徐地向着两边划去 方琳快步向下望去 几家已经变形的电梯箱 已经似是贯土一般 重叠在了最底层 浑黄的灯光下 隐约可以看见 里面正在流淌出 绢绢的鲜血 那么 在里面待着人的命运 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日本人的悲惨命运 丝毫不能勾起方琳的感触 他拉住了面前 微微晃动的电梯揽绳 使劲地拉了 轻轻地一跃 便攀住了向下 轻滑而去 纵然此时 他的肉体已经比常人强大太多了 但是 在高速滑下的过程当中 双手依然逃脱不了这血肉模糊的下场 电梯刚揽在八楼处断裂开来 而在下滑的过程当中 方民注意到了周围的墙壁已经出现了好几条触目惊心的深层裂缝 他是单手下滑 另一只手持着枪 对着那电梯门连续地开火 然后在空中介石一荡 凌空飞撞了过去 两扇电梯门啪啦一声 被撞飞了开去 汪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一借力 闪躲着那些从头顶上掉落下来的杂物装饰 加速地奔跑着 他无视前面那些鲜血淋漓 要求救助的伤者 竟然是直接撞下了面前 那尚未破裂的长窗 猛人间就扑了出去 而这儿 是八楼啊 蜂林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眼睛里那求生的欲望 是分外的炙热 我不会死 我绝对不会死 他的嘴边露出了一抹冷笑 基本步伐等级七 有着减少从高处掉落伤害减百分之四十的加成 日本的房价昂贵 所以每一层楼宇的层高 不会高于两米五 因此八楼听起来是很高 其实最多也就是十八米左右 落地的时候伤害削弱百分之四十 再加上自己这超出常人的体质 那么根本这就是有惊无险 两米 一米 最先着地的是脚掌 然后呢 是公足 在脚跟触及到地面的时候 整个身体的重心前移 然后将下冲的力量转卸成前冲 方民只是觉得脚上膝盖上手肘上传来了剧痛 但是也仅仅只是痛而已 他等到翻滚之势停止以后 立即就向前携冲而出了 大地则是一阵的颤抖 身后的那座巍峨大楼 已经是不堪重负 歪斜倒塌了下来 周围的房屋也纷纷的崩塌 大地不停的震动着 仿佛是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妈的 方民在一处空旷的广场上停留了下来 大口地喘着气 顺带着他甩出了一只 刚刚从空间当中购买来的烟花 KOF契约当中的联络功能 要在五十米之内才能回复 方民现在只能够判断出 老胡没有死 但是他具体的情况到底是安然 无恙还是视若微软 则是难以确定了 好在啊 方民的担忧并没有持续太久 十分钟不到 老胡就摇头晃脑的 顶着满身的灰尘大步走了过来 除了身上的衣服啊 是弄得有些脏乱之外 其他的倒是没什么 方民顺手抛了一瓶 在旁边的杂货垫当中 抢来的水 说道 你从哪逃出来的 吴华豪瞪着他一眼 直接咕噜噜灌了半瓶水 然后从头淋到了脚 甩了甩头上的水啊 骂道 骂他 被埋在废墟里了 好在那房子大破产都是木质结构 还得刻算搬运工 自己动手挖出来 这那么灰气 他接着又正色说道 我进来的时候得到提示了 说是本世界 可能会有我转职的线索 你看 应该怎么做 方民嗷了一声 带了几分起雾的书道 根据你所说的 要转职成衰坝者 首先需要完全掌握A级以上的技能奥益 并且将之提升到7级 其次是需要领悟衰迹的精髓 就是你先前提到的丑技 最后必须通过一次黄金主线任务 这其中第二项的衰迹精髓 扯技 你已经领悟了 第三项通过黄金主线任务 目前也不能做到 因此剩余的线索 就是你掌握的天地反 或者是蓝之山的奥义 这么说来的话 倒是和我的构想 不谋而合了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